大家好,我是豆豆 今天我有个事情,请大家帮忙一下 也算是我一个调研吧 关注我的朋友们,请问你是因为哪一个视频关注我的 然后你们比较喜欢我分享的哪一种视频 请大家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一下 因为我之前这个视频分享的内容方向挺多的 因为我自己是一名UI设计师 所以我分享部分关于美术生和设计师的内容 也分享了一些职场上一些我的经历 其他就是我自己在深圳的一些生活记录 虽然都是围绕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去分享的 但是我感觉方向还是比较多 就是在这个定位上垂直度上不够深 就是对于平台来说 我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垂直度是不够的 垂直度不够的话 其实是影响这个账号很多方面 之前是上班兼职做的自媒体 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我就是离职了 然后就想把这个自媒体好好做一下 其实有关于美术呀 还有设计师呀 职场上的一些分享 都是属于这个知识型的分享 专业性比较强 这些内容可以给这个学习美术的学生 或者家长一些参考 但是对于和这一行没有关系的朋友来说 可能就不太感兴趣 不知道在说什么 然后其他呢 因为美术生和设计内容 关注我的人啊 可能会对我的其他生活记录的事情 又不感兴趣 他们呢 需要从我的这里啊 得到一些知识型的专业知识 虽然呢 我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大佬 但是呢 在这一路啊 每一步我都真实的就经历过 美术生和设计师啊 遇到的问题呢 其实我都遇到过 他们要走的弯路呢 我也都走过 他们要踏的坑啊 我都踏过 大家都是普通的凡人 想在这个行业找一份符合自己 期望薪资的工作 这些目标呢 我也都达到过 我觉得我这一路的经验啊 其实有很多呢 想分享给大家 而且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这个自媒体的趋势 是越来越偏向这个知识创作型的 就是以前啊 有很多这个大V自媒体啊 都是呢 什么娱乐八卦啦 游戏主卦啦 还有就是三种题材啊 现在呢 国家对这个娱乐啊 还有这个游戏的相关整顿政策啊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我觉得都慢慢会变得更加严格规范 所以呢 这一块的话 渐渐现在我感觉已经就是不太好 三种呢 是符合国家振行乡村政策的 但是现在也是渐渐啊 有文化有知识啊 正能量的年轻人啊 在农村创业啊 会够生欢迎一些 其他就是那些低俗的负能量 或者挑起各种对立的啊 我觉得是没有前途的 也许短时间博眼球啊 有流量 但是走不长久 而且据我自己这半年啊 自媒体的观察 其实我们广大群众对网上的各种传播信息呢 也越来越理性 大家也都越来越尊重知识 经常呢 有很多家长或者学生 就是来问我很多问题嘛 我的这个就是后台数据啊 也显示我的大部分粉丝 其实都是来自于知识分享型的内容 很多朋友呢 私信我的问题啊 因为我之前上班返忙 很多呢都没有这个及时的去回复 或者是多个人啊 其实他私信的问题是一个问题 有的呢 我已经在这个评论器里面回答了 再如果说再让我去啊 分别重复的回复 那当时我在上班 我的时间是不允许的 所以呢 我准备做一个专业知识分享的账号 内容都是啊 我擅长的 有关美术生 有关设计 有关职程的 这样不但呢 能把自己的经历啊 和经验给很多人参考 而且呢 也会让我自己在这个行业 一直保持学习 是一种利人又利己的事 后期啊 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这个视频啊 我都不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了 单独会分享在另一个账号上 然后呢 另一个账号呢 也可以做一些啊 定时收集这个网友们的问题 然后集中来回答 也可以呢 就是啊 尝试定期开这个直播啊 大家一起聊一聊 关于这知识的话题 我们也可以就是拉一个群啊 大家一起交流 就是人多力量大嘛 互相帮助 互相分享自己的信息啊 然后互相来参考 到时候我弄好后啊 我把另一个账号呢 告诉大家 有需要的朋友们 到时呢 去关注那个账号 就是目前这个账号啊 后期呢 我就分享我的生活 Vlog记录方面的 因为这个账号名字 已经是这个兜兜 小日常了啊 更符合生活记录的这个定位 改名字的话 就是会受平台一些规则影响 账号权重啊 会发生变化 这个账号后期呢 应该就是记录我离职之后的 就是各种探索吧 短期的话 应该是会回西安装修房子 还有一些老家的农村生活啊 后面人生的经历感想了 包括啊 就是我自己与这个兵仔 与我自己的家人 还有与兵仔家人的相处 都会这个记录下人 就是争取做一个乐观有趣的人 然后做一些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吧 其实我是一个从小到大 经历挺多的人 然后性格呢也有很多面 对于亲情啊 对于这个爱情啊 对于生活 有很多和别人就是 不一样的想法吧 独立特性啊 自尊心 然后极强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 我到底最后是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能不能过上我理想中的生活呢 欢迎大家一起啊 继续见证 大家不要忘了评论器告诉我一下 你们是因为哪一个视频关注了我 我研究一下 就是大家对什么样的视频感兴趣啊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分享 请关注我 我是兜兜 每天分享你之后的各种探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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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